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C年好HSK二级标准课程,我是Rachel老师。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四节课的内容。 好,首先大家一起来跟我读两遍标题。 这个工作是他帮我介绍的。 这个工作是他帮我介绍的。 好,那么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的内容。 好,我们先来一个热身将词语和上面的图片一一对应一下。 好,第一个,生日。 Berthday, right, okay. 好, say, right, okay, say,生日。 好,第二个,晚上。 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学习过早上,morning? 这个是晚上,evening, okay, f,晚上。 好,第三个,两个儿子。 两个儿子。 两个儿子。 好,下面,第四个,电话。 电话,电话,电话, it's phone, okay, D选项。 好,下一个,看书,看书。 OK, read a book。 好,选择A。 好,最后一个,工作。 工作。 OK,好,非常棒。 好,我们继续来看。 看下面的图片给这些名词搭配合适的动词。 。 看下面的图片给这些名词搭配合适的动词。 好,我们一起来做。 首先,第一个。 They are cooking, right, okay, they are cooking. So, this doctor and this mom. So, help, right, okay. 帮助妈妈。 帮助妈妈。 好,第二个。 It's doctor, right, okay. 看医生。 看医生。 OK,好,下面, three girls and maybe it's new friend, right? OK,介绍朋友。 We will learn this word today. 介绍朋友。 好,下面一个。 take phone, take phone, take phone, take phone。 接电话。 接电话。 I also will learn this word. 接电话。 OK, take phone,接电话。 好,下面。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今天的生词。 好,首先,跟我一起读啊。 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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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 birthday。 生日。 好,第二个。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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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right,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好,生日快乐。 好, happy birthday。 OK,下一个。 给。 给。 还记不记得我们上节课学习了一个送。 送。 送。 这个是给。 used after a verb. to. for. 给。 我。 给你。 我。 给你。 好,非常好。 好,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课文。 跟我一起读啊。 好, here is A and B. OK, let's go on。 跟我读。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这是送给你的。 这是我们上节课学的送。 OK,这是送给你的。 好,我们继续来读。 是什么? It's a question. 是什么? 是一本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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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本书是我写的。 。 Look at this picture is the book. 对,这本书是我写的。 A book written by me. 好,太谢谢你了。 太谢谢你了。 好,这里有一句。 这本书是我写的。 是什么什么的。 好,我们一起来学习。 我们一起来学习。 是什么什么的。 好,这里。 是什么什么的。 Aphysizing the agent of an action。 强调失事。 Aphysizing the agent of an action。 我们一起来看。 在已经知道事情发生的情况下。 In that case, when the occurrence of an action is known in that case。 可以用是什么什么的。 强调动作的发出者。 这里。 是什么什么的 can be used to emphasize the agent of action。 好,强调动作的发出者。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例句吧。 这本书是我买的。 这本书是我买的。 This book was wrote by me. 这本书是我买的。 好,下一句。 晚饭是妈妈做的。 晚饭是妈妈做的。 The dinner was cooked by mom. 晚饭是妈妈做的。 好,下一句。 电话是谁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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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 calling the phone? 电话是谁打的。 是什么什么的。 。 好,下面。 in the negative form, 不 is added before she. 在否定的形式。 在否定的形式中。 在否定的形式中。 否定的形式。 在是前面。 上一个。 不 and not.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另一句。 我们就会了。 这个汉字。 这个汉字不是大卫写的。 这个汉字不是大卫写的。 好,这里。 不是。 好,下面。 苹果不是王方买的。 苹果不是王方买的。 不是王方买的。 不是王方买的。 那么肯定句呢就是苹果是王方买的。 苹果是王方买的。 那么在这里加上一个不。 不。 好,最后一个。 我们一起来读啊。 苹果不。 电话不是我接的。 电话不是我接的。 好,非常棒。 读的很好啊。 发音很不错。 好,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 它的一个。 We conclude that. 是。 是。 什么什么。 的。 主语。 家。 是。 家。 主语。 家。 笨笨笨。 家。 的。 。 是。 这样一个句型。 好,我们一起来。 我来问,你来答好不好。 好。 诶。 这本书,诶。 诶,这本书是谁买的? 诶,这本书是谁买的? 这本书是我买的 对不对 好 我再来问 我继续来问 这个汉字是谁写的 这个汉字是谁写的 You can answer 这个汉字是大卫写的 这个汉字是大卫写的 好 不错 好 我最后再问一个 今天的早饭是你做的吗 今天的早饭是你做的吗 Did you cook this morning I can't forget 今天的早饭是你做的吗 你可以说 今天的早饭是我做的 今天的早饭是我做的 Breakfast OK 今天的早饭是我做的 好 非常棒 好 那么我们继续来学习单词 好 这里 跟我一起读 跟我一起读 接 接电话 take the phone 接电话 to receive to take to accept 接受 accept 我接受你的建议 I accept your advice 我接受你的建议 好 非常棒 好 下面 晚上 我们学习过早上 对不对 好 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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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ning night 晚上 下一个 问 问 问问题 ask a question 问题 question 问题 我问你 I ask you 我问你 好 我们一起来 读一下课文 好 跟老师一起读啊 早上 有你 一个电话 早上 有你 一个电话 that means someone caught you this morning 电话 是谁打的 电话 是谁打的 不知道 是儿子接的 是儿子接的 不知道 是儿子接的 好 晚上 我 问一下儿子 好 晚上 我 问一下儿子 好 很棒 好 我们继续来看单词啊 第一个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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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tremely 非常 你 非常 漂亮 You are so pretty 你 非常 漂亮 你今天 非常 棒 You are so great to say 非常 很 simile with 真 right 真 好 真 棒 right 下一个 开始, begin to start,开始,我开始学习汉语,开始,我开始学习汉语。 好,最后一个,已经,已经, already,已经,我已经吃过早饭了,我已经吃过早饭了,好,非常棒,好,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课文,跟我一起读啊,一定要跟我一起读。 第一个,你喜欢踢足球吗? We learned it right,踢足球。 你喜欢踢足球吗? 非常喜欢。 Yes, very much.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踢足球的? 什么时候开始踢足球的? It's an answer question, right? 什么时候? When did you begin? Right? 好,我十一岁的时候,我十一岁的时候开始踢足球,已经踢了十年了。 我十一岁的时候开始踢足球,已经踢了十年了。 好,那么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诶,什么什么的时候,十一岁的时候,诶,为什么加了一个时候呢?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这里,表示时间,诶,我十一岁的时候,when I was 11,表示一下时间,数量加的时候,好,这里,数量加的时候,表示时间,in that case,time。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例句,跟老师一起读一下。 今天早上八点的时候,今天早上八点的时候,我没在家。 I was not at home,at eight o'clock today morning. 今天早上八点的时候,我没在家。 它indicates when eight o'clock,八点的时候。 八点的时候。 好,下面一个。 我十八岁的时候。 我十八岁的时候。 I was 18. 我十八岁的时候一个人来到北京。 我十八岁的时候一个人来到北京。 I came to Beijing when I was 18 alone. 我十八岁的时候一个人来到北京。 好,下面一句。 我十一岁的时候开始踢足球。 好,I indicates time. 好,下面还有一个情况。 Another case. 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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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 也表示时间。 A verb。 动词。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例句啊。 我睡觉的时候。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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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eep。 A verb, right? Okay. Here. 睡觉。 It's a verb. 我睡觉的时候。 我妈妈在做饭。 My mother was cooking while I was sleeping. 好。 下面。 麦克到学校的时候。 I arrived to school, right? Okay. I arrived to school. 到学校的时候。 下雨了。 麦克到学校的时候。 下雨了。 下雨了。 And it rained when Mike go to school. 好,下面。 王老师工作的时候。 工作的时候。 Work。 工作的时候。 他丈夫。 I will learn it. 开车去。 去医院了。 王老师工作的时候。 她丈夫。 开车去医院了。 When Miss Wong was working, her husband dropped to the hospital. 我睡觉。 到学校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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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的时候。 工作的时候。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两种情况。 数量。 数量加上时候。 表示一个时间。 八点。 十一岁。 十一岁。 十八岁。 好。 那么。 动词verb加的时候。 也表示时间。 睡觉。 到学校。 工作。 非常棒。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新的单词。 我们继续来学习啊。 第一个。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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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它的反应词。 短。 好。 我们后面会学到。 长。 第二个。 两。 It's a number. 两。 两。 我们会说。 二。 不是二吗? 一二三四的二吗? 这里有。 在in Chinese。 这里有两种说法。 一个是二。 一个是两。 但是我们是在不同的情况下。 In different situation. 我们用这两个单词。 后面我们也会学习到。 二和两是不同的different。 好。 好。 下面我们继续来学习。 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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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忙。 哎。 帮忙。 帮忙。 哎。 帮忙。 好。 帮助。 OK。 好。 好。 下边。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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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一起来学习课文。 已经两年多了,已经两年多了,我是2011年来的,已经两年多了,我是2011年来的。 好,你认识谢先生吗? 你认识谢先生吗? Do you know Mr. Xie? 认识我们是大学同学。 He's my college classmate. 这个工作是他帮我介绍的。 这个工作是他帮我介绍的。 好,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已经。 已经。 时间复词, the adverb of time,已经。 好,已经表示动作完成, that an action has been completed。 或者是达到了某种程度。 好,这里。 动作完成,达到某种程度。 or having reached a certain degree. 好,是这两种情况。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例句来学习一下啊。 这样就简单很多。 。 王老师已经回家了。 王老师已经回家了。 王老师 had gone home, had gone home. 好,我的身体已经好了。 我的身体已经好了。 好,最后一个。 足球我已经踢了十年了。 足球我已经踢了十年了。 I've been playing football for 10 years. 已经。 好,我们一起再来说两个。 我已经吃完饭了。 我已经吃完饭了。 我已经学会汉语了。 我已经学会汉语了。 那么这个时候他到底学没学会啊? 学会了吗? 学会了,对不对? 好,我已经学会汉语了。 你已经学会汉语了。 你已经学会汉语了。 好,非常棒。 好,我们继续来看还有什么课文。 好,我们已经学完了课文。 那我们一起来分角色, 分角色,朗读一下课文。 and you play the dialogues. 然后呢,我们回答一下下面的问题吧。 好,这里。 第一个,这本书是谁写的? 这本书是谁写的? who write this book? 这本书是我写的? 这本书是我写的? 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二个问题。 这里有一个是什么什么的, 记不记得啊? 我们刚才讲过。 是什么什么的?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啊。 早上的电话是谁接的? 早上的电话是谁接的? 早上的电话是儿子接的。 好,第三个。 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踢足球的? 什么时候问时间,对不对? 好,哎,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说学习的的时候。 他,哎,大家一起来说。 他11岁的时候开始踢足球的。 好,非常棒。 好,下面。 他在那工作多长时间了? 他在那工作多长时间了? 哎,记不记得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工作的? 2011年,对不对? 好,那么是不是已经9年了? 哎,对,9年了。 他在那工作9年了。 哎,好。 好,下面。 工作是谁帮他介绍的? 工作是谁帮他介绍的? 哎,是他帮我介绍的。 是他帮我介绍的。 好,非常棒。 大家对于单词和课文掌握的都不错。 好,下面我们来一起学习,回顾一下。 哎,复习一下刚才我们学学了啊。 好,第一个。 哎,look at this picture. 啊,take a phone, right? 。 我在做饭呢。 是马丁。 哎,怎么样? 接的电话,对不对? 哎,好。 是马丁。 接的电话。 好,第二个。 这个工作是王芳帮我。 哎,怎么样? 介绍的,对不对? 哎,我想请他吃饭。 哎,这个工作是王芳帮我介绍的。 我想请他吃饭。 好,非常棒。 那下面,这本书是我写的。 我是二十岁的,哎,数量家的时候,对不对? 哎,好,非常棒。 这本书是我写的。 我是二十岁的时候开始写书的。 哎,好,下面。 我是六岁开始打篮球的。 我怎么样喜欢呀? 哎,非常,是不是? 非常喜欢打篮球。 好,好,我们完成了这个单词和课文的学习。 那么接下来,哎,我们进入我们的语音,pronunciation的学习。 好,第一个。 句子的语法,重音,哎,句子的语法,重音。 Syntactic stress in the sentence.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是怎么样的。 首先,在不表示特殊的思想和感情的情况下, and some parts of a sentence may be stressed just because of their syntactic features, without converting any special idea or mood. in that case.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语法结构的特点呢, 我们把句子的某些部分中读的。 是固定的。 This kind of stress is called syntactic stress, 叫做语法重音。 把句子的某些部分中读的叫语法重音。 那么它的positions是比较固定的, which often appears at fixed positions in a sentence, 是固定的。 那么我们有三种情况。 好,在这里啊, 我们是有三种情况的, three situations。 未语中毒, stressing in the predict, 好,不语中毒, stressing in complement, 还有定语中毒, 最后一个是状语中毒。 好,我们一个一个的来学习啊, 一个一个的来学习啊, 一个一个的来学习。 好,那么第一个, 跟我一起来读啊, 我们这里还是有一个skills, 我们的skills。 我们读到重音的时候, when we are reading the stress and pronunciation, 我们点一下头, 好不好, that would be nod, nod, 点一下头, 好,跟我一起来啊, 一定要跟我一起来。 好,那么第一个, 我, 我怎么样, 哎,自己来读一下。 哎,这里, 我学习汉语。 哎,我学习汉语。 感受一下这个重音。 啊, feel that's the stress pronunciation。 我学习汉语。 哎,好,第二个, 他哥哥是, 他哥哥是一名医生。 好,可以感受得到吗? 感受得到吗? 他哥哥是一名医生。 好,哎,第三个, 王小姐买了几件衣服。 哎, 这里, 王小姐买了几件衣服。 哎, 是不是这样我们, 哎, 这样我们就可以感受得到这个语法的重音, 在谓语上, predict, 在谓语上。 好, 我们再来读一遍啊。 我学习汉语。 他哥哥是一名医生。 哎, 是不是表示强调, 叫他的哥哥是一名医生。 I emphasize that his brother is a doctor. 是一名医生。 好, 王小姐买了几件衣服。 哎, 王小姐买了几件衣服。 哎, 好, 非常棒。 好, 那么我们下面来看第二个是怎么样的。 是一个补语中毒。 stressing the compliment, 补语中毒。 好, 我们一起来看啊, 跟我, 也是一定要跟我一起来。 点头, 哎, 我们一起来读。 Nod and reading. OK, 好, 他们高兴的跳了起来。 哎, 他们高兴的跳了起来。 好, 啊, 第二个。 好, 这里啊, 他们高兴的跳了起来。 好, 第二个。 大卫打篮球打得非常好。 好, 哎, 大卫打篮球打得非常好。 哎, 不错。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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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不错, 好, 棒。 哎, 下面最后一个。 今天的羊肉做得很好。 哎, 不错, 好, 大家都非常棒啊。 好,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characters。 好, 第一个。 哎, 我们也是要一定要伸出你的食指, fingers in the air with belly. ok? ok, let's go on together. 好, 第一个是什么呀? 竖题。 哎, 这里。 竖题。 好, 我们一起来写一遍。 竖题。 好, 好, 我们再来一遍。 竖题。 哎, 好, 不错。 好, 我们最后再来一遍。 竖题。 哎, 好, 非常棒。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example characters, 是什么样子的。 好, 我把它放大。 好, 第一个。 长。 是不是我们刚才学过了? 长。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竖题。 啊, where is 竖题呢? 竖题在哪里啊? 在这里, 对不对? 好, 我们来写一下。 竖题。 哎, 我们再来写一下。 竖题。 哎, 好, 非常棒。 好, 好, 我们下面还有一个字啊, 还有一个example character啊, 我们再来写一下。 是什么? 民, 啊, people, 民, 是, 人民, 哎, 人民, 啊, maybe the pronunciation is difficult for you, 好, 您。 哎, 好, 我们看一下竖题在哪里, 是不是, 啊, 一定会换, 好, 我们找一下这个竖题啊。 哎, 换一个红色的。 这里, 竖题, 对不对? 哎, 好, 非常简单啊。 好, 竖题, 哎, 好, 不错。 好, 那么我们来继续看第二个啊, 是什么? 竖折折勾, 哎, 在这里呢? 第二个。 好, 我们一起来伸出你的右手啊, 一定要, 一定要, 我们一起来写一下才知道。 好, 我们一起来写, 竖折折勾, 哎, 好, 好, 非常不错啊。 好, 我们最后再来一遍。 竖折折勾, 哎, 好, 非常不错啊。 我们最后再来一遍。 非常棒。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 example characters啊, 它是怎么样子的。 好, 在这里, 一个, 马, horse, 马, 啊, 那它的这个竖折折勾在哪里啊? 哎, 你们来写, 自己写一下。 哎, 是不是也很简单, 在这里。 哎, 我换成, 换成红色的。 树折折勾, 树折勾, 是不是啊? 好, 我们再来写一遍。 树折折勾。 哎, 好, 非常棒。 啊, It horse。 好, 我们还有一个字, 是什么? 写, 对不对?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写啊, 写字, 哎, 写字的写, right, ok, right, 写字。 好, 啊, 我们也看一下这个竖折折勾在哪里呢? 哎, 大家自己先找一下这个竖折折勾。 哎, 啊, 树折折勾, 哎, 对不对? 好, 我们再来写一遍。 树折折勾, 哎, 好, 非常棒。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汉字。 好, 那么我们下面, 哎, 还有, the single component characters。 好,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两, 哎, 两, 它这里, 大家看这里, 像一个什么? 像一个, 啊, 这个叫, like a york, like a york, right? in ancient Chinese, like a york. 啊, lian originally looked like, a york fought hands, 啊, fastened, fastened across the necks of the horses, and a pair of sandals of two horse carriage. 啊, 像一个马, 脖子上面的一个器具和一对马鞍。 好, 啊, 那么它的意思就是两, 哎, two, 啊, 还是double, 双, 两, 哎, 两。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 它是怎么写的啊。 好, 我们一起伸, 伸出这个右手, 我们一起来写一下啊。 好, 好, 第一个, 横, 哎, 竖, 横, 折, 勾, 好, 且, 哎, 且, 那, 好, 还是一个, 且, 那, 好, 这样我们就是一个两, 那么我们经常说什么, 两个, 对不对? and two, 两个, 两个手指, two fingers, 两个, 哎, 两, 两个, 两个人, 哎, two people, 两个人, 好, 啊, 后面我们还会学习到。 好, 那么我们一起来写一遍吧, 哎, 横, 横, 树, 横, 折, 钩, 铁, 那, 哎, 铁, 那, 好, 非常棒。 好, 那么我们下面来看第二个吧, 来看第二个, 哎, 第二个是, 乐, 哎, 这个字呢, this character has two pronunciation, two pronunciation, the first one is, 乐, 哎, 音乐, music, 音乐, 好, 那么还有一个, another pronunciation, 是, 乐, 乐, 哎, 表示, express, 喜悦, 嗯, happy, right, 乐,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 乐呀, 它在中国古代, in ancient Chinese, look like, 一个乐器, 一个instrument, instrument, or music, 好,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 它的笔顺啊, 我们一起来写一下, 好, 这里, 撇, 竖, 折, 哎, 竖, 勾, 点, 哎, 这边再一个, 那, 好, 我们一起来写一下啊, 撇, 哎, 竖, 横, 折, 竖, 勾, 哎, 解, 那, 好, 非常棒, 好,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吧, 最后一个是什么, 长, 哎, 也是我们刚才说的, 看, 看这里啊, 看这里, 长, originally, referent to an old person holding a walking stick, 哎, 记不记得我们昨天也是同样的一个, 还是什么, 记得吗, 是什么, 支, 对不对, 哎, 支, 在中国古代, 它的最开始, originally, 它也是像一个人煮着一个拐杖, 哎, 就是, an old man holding a walking stick, right, 好, 那么它也是有 two pronunciations, 两个读音, 第一个就是长, 我们可以说年长的, 哎, express an old man, 年长的, he's too old, 年长的,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长, 哎, 长, 爛, 长度, 长, 哎,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笔顺, 好, 一起来写, 撇, 撇, 横, 竖, 皮, 哎, 撇, 好, 我们一起来写一遍, 哎, 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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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橫, 竖, 竖, 哎, 撇, 啊, 那, 好, 啊, 我们下面学习完了这些, 哎,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 是, 啊, 汉字, 偏旁, radical, 思, 和竖心, 哎,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吧, 第一个, 脚丝旁, 丝, 好, 丝呢, is usually related to silk in ancient Chinese, 丝绸, 丝绸,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例字啊, 例字, 好, 第一个, 哎, 这里, 给, 给, 我给你, 给, 给, give, 我给你, 我给你一个礼物, I give you a gift, 我给你一个苹果, I give you an apple, an apple, 我给你, 我给你一支笔, 笔, 记得吗, 我给你一支笔, OK, 好, 那么, 下面, 还有一个, 结, 结, to tie, to knot, 结, 打结, 对不对, 中国结, 对不对, 好, 就是这个结, 中国结, 中国结, 好, 非常棒, 那么, 我们来看第三个, 下一个, 第二个, 竖心旁, 竖心旁, 这里, 在这里, 竖心旁, called standing heart, standing heart, is usually related to once monthly, 和一个人的心理是有关的, 竖心旁, 它是和一个人的心理是有关的,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例子啊, 好, 第一个, 好, 我们用红色的, 忙, 忙, busy, right, we learned it, 忙, 好, 这里, 竖心旁, 这里就是竖心旁, 忙, 好, 啊, 第二个是什么呢? 快, quick, fast, 快, 也是竖心旁的, 在这里, 快, 也是竖心旁, 好, 记住这个竖心旁是和心理有关的啊, 好,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学习完了, 哎, 今天的内容, 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啊, 来rehearsal一下, 好, 那么第一个我们学了什么? 哎, 第一个就是是什么什么的, 哎, 是什么什么的, emphasizing the agent of an action, 好,哎, 这个笔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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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指是我的, 这个纸是我的, 哎, 这本书是你的 好,非常棒 那么第二个还有一个就是加了一个不,对不对 这本书不是你的 这本书不是你的 好,我们还学了什么 表示时间什么的时候 好,晚上的时候 早上的时候 我二十岁的时候 好,非常棒 那么还有一个什么 动词verb加时间 我吃饭的时候 我睡觉的时候 verb,right? 好,我们还学习了什么 你已经学会汉语了 你已经学会汉语了 好,我们还学习了这个 众音 and not not and rate not rate 好,我学习汉语 你今天真棒 好,那么最后 我们学习了这个竖题和竖折折钩 回去大家一定要练习啊 竖题 竖折折钩 好,大家一定要练习 那么下面还学习了 component characters 两 对不对 好,像一个马鞍 像一个马鞍 我们还学习了乐 乐和乐 还有这个长和长 好,下面呢 最后学习了一个脚丝旁和树心旁 一定要记住啊 大家回去 一定要多多练习前几节课的内容 加在一起 我们一起 一起复习 好不好 好,那么今天的课 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 下次课再见 好,拜拜 拜拜